子凌开麦 今天我们在节目这边要来跟大家谈谈 就是现在即将要到113年的选举 这一次有中央的总统选举 还有立法委员的选举 政治要清明民主要进步 制衡也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今天邀请到了 蝉联我们台南市议员 七届的王家珍议员 这一次王家珍议员要来角逐台南立法委员 这样的席次 我们今天就请王家珍议员来跟大家谈谈 在台南现在一个政治政坛的状况 现在就先请我们的立委参选人王家珍 来跟大家问候一下 亲爱的中广的听众朋友们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大家平安 是那我们这一次呢 就是邀请到王家珍议员要来竞选台南市 第五选区的立法委员席次 那我们来谈谈 就是说这个大选来到 其实从总统到立委的选举 大家都很关心 那一开始我们就有提到说呢 台南多年来就是一直都是 绿大于蓝的一个状况 甚至有人说呢 哇 只要是你挂上了绿牌 躺着就可以上了这样子 好 你就都当选了 是是是是是 那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政治版图的分配 对于整个大台南地区的发展 我不知道说您的一个观察跟看法是什么呢 台南素有民主圣地的美称 但是如果我们台南真的是民主圣地的话 我相信我们的乡亲都不乐意听到 只要挂上绿牌 躺着就能当选 我想这样子跟我们的民主素养是不吻合的 民主政治本来就应该是 有执政党有在野党 产生我们民主制衡的力量 所以以我们对现在嘉义以南 几乎没有一席国民党立委的现况来说的话 当然我们先要检讨自己 是不是国民党努力不够 或者呢我们所要让选民了解国民党的地方呢 我们做的不够到位 选民对我们不够了解而做了别的选择 那所以这一次我们由衷的盼望 在六席都是绿军立委的台南市 我们能够拿下席次真正建立民主政治 就是要有不同政党传达民主声音的这样子的一个真谛 好那议员就是会代表台南市第五选区来竞选下一届的立法委员 其实对于您在议员的工作上 我想您是驾亲就熟 那怎么会说经过了这个一番的深思熟虑后 要来竞选立法委员 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谈谈您的心路历程 我这个人讲话基本上是蛮真实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一场艰苦的选战 这个我这个选区也罢 或者我们其他同事的选区也罢 绿军所过去拿到的选票都是非常强的 再加上民党执政以来对国民党各方面 不管是资源原本属于国民党资源被不当的剥夺 以及他们竭尽所能 让媒体几乎一面倒的只谈对他们有利的讯息 都让我们认为如果要赢得单一席次的立委的话 基本上难度很高 就像主持人刚刚讲的 我经过深思熟虑以后 所以勇敢承担 关键在于说 我把它当作一个很难得的自我锻炼 我想这是指对我自己的考验来说 那另外呢 我在犹豫再三的时候 我们另一位现职的不分区立委 陈以信 这个以信立委呢 非常优秀的以信立委 再三的给我这个老大姐给我鼓励 意思是说 佳蓁姐 本来我们的东区是我的主选区 可是当年赖清德赖市长 我们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居心 把东区化为三分之二的三分之一弱 让我的主选区反而成为以信立委的主选区了 在这种情形之下 以信立委有一个积极的想法说 我们佳蓁姐联手 让我们台南市的区块 两位现职的立委以及现职的议员 能够联媚为我们相亲说话 为我们地方建设来发声 所以小我来讲 当然是一个很辛苦的锻炼 千锤百炼才成钢 大我来讲的话 我也要非常谢谢国民党的这些优秀的好朋友 包括我们党部 不断的提醒我 佳蓁当议员对你来讲 大概已经是熟门熟路了 可是为家国 为甚至两岸和平尽一己之力 应该也是一个很值得 我们去承担起来的 这个挟之大者的一个重则大人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 两个多月的考虑之后 就撩落去 好这个撩落去 其实真的不简单 那您曾经担任过台南七届的市议员 从政资历是非常丰富 可不可以谈一下 就是说这一段议员的经历 对您将来担任立委工作 会有什么样的助力呢 应该这样讲 我们议员是有选区的 所以选区选出来的议员 基本上我们对自己选区内的相关建设 基层需求相当熟悉 这是正常的 那可是对整个大台南来讲 台南的幅员算是很大的 对大台南来讲 我们可能对于说 关键性的重大建设 我们就会跨选区会来关切 但是更高一个层次的加国两岸 整个国际局势的关心 相对来讲可能就显得比较没有那么的多 就像主持人刚刚讲的 我们盼望把对地方的建设的需求 地方乡亲的声音 一路把它做更广阔的解读来讲的话 是不是如果我们两岸更稳定的未来 两岸经济更理想 更有来有往的话 对我们整个台南的观光旅游 以及民众这个世界各地去投资到对岸 去我们台商朋友取得非常非常优异的成绩 这些方面都能够有所注意 所以如果有这个荣幸 乡亲们给我支持的话 我对地方这么多年的了解 会有助于我在中央问证的时候 更抓得到台南的需求 那当然也借着我提升了自己 成为国会议员 未来在我们台南乡亲 在和平稳定安和乐利的 台湾人的未来这个区块 我相信也可以做更好的发声 是其实从地方的议员到国会的立委 他所能够去服务的范围 还有那个从政的影响力 因为到立法委员 他可能就会牵涉到更多的法案 对不对 好那这个可能就是会影响到 我们全国民众的一个扶植这样子 对对对 那所以很有经验的王嘉珍议员 从台南市出发 也可以站在这个全国的舞台上面 为更多的人来做服务 那最后是不是可以请王嘉珍议员 就是也可以在对于您参选 立法委员 然后有什么样的期许 最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吗 我一直是战斗兰的成员 我相信关心国事的朋友 关心我们台湾人的朋友 都注意到了 赵耀康 赵先生 跟郝龙斌 郝市长 在上周的时候 又特别把全国各地的战斗兰的参选人 这个现场包括 侯友宜 侯市长也出席 韩国瑜 韩市长也出席 那赵先生在现场提了八大主要的战斗兰的政界 不好意思 我们没有办法盖过全部 但是我从参选以来一直认为 民众最关心的是我们的钱去哪里了 我们的钱有没有得到最好的运用 还是都被不良政客A掉了 看看我们台南的八八枪几案 看看我们的光电币案 看看我们的政府议长会选案 在在都让地方乡亲觉得 为什么民党会搞成这样 所以加征有一个很重要的政界 就是打贪腐 恢复特征住 我相信我们台湾人 大家自己辛苦打聘 都盼望我们缴税给国家以后 国家可以把这个钱用在刀口上 而不是借着公权力被所谓的 不管是民党掌控了还是怎么样 这个钱就被他们乱用 甚至成为了不肖商人 他们借着自己跟政治人物 跟民进党的熟人 赚一些国难财 所以打贪腐恢复特征住 会是我参选立委非常重要的政界 是的 好那今天我们在这边 邀请到了台南市第五选区的 立法委员参选人 台南市的王家珍议员 那也让这个王议员来谈谈 就是这个转战立委选举的 一些自己的规划跟期许 那让大家能够更加的了解 那我们在这边呢 就是祝王家珍议员参选胜利 谢谢祝大家 亲爱的乡亲朋友们 家珍也很盼望有机会 邀请您参加我的各种活动 如果22号台湾再光复 2024台湾再光复的活动 已经过了的话 期待您能够多关注 家珍的粉砖 我们还会有一些活动 是盼望乡亲跟我们携手 一起大聘为台湾 多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